杨幂离婚,她发文33字,字字深意 相信大家对杨幂刘凯威离婚一事都有了解了吧,曾经羡煞旁人的爱情终抵不住时间的摧残,近些年大秘密事业顺风顺水,家庭方面却很糟糕,很多粉丝认为她不够顾佳 而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消息被公布之后,立刻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并且又一次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,而就在昨天晚上8点10分 在两人离婚消息宣布后整整半个小时之后,曾经一手将杨幂捧红的于正老师发文 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原来原去,皆是因果 虽然剧情早已知道,演到这一幕还是唏嘘 虽然与正老师没有指明这是在说杨幂和刘凯威,但是在这短短33个字里,却蕴藏住深意 是啊,人生就像是一场戏剧,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是有原因的,不论原因在谁身上 即便后续的发展我们都了然,但是事情真的到了这一步,还是确实会觉得难过和感伤 正如杨幂和刘凯威两人,虽然房间一直在流传他们离婚的消息,但是真的到了官圈离婚这一步,还是让人们觉得唏嘘 毕竟曾经他们那么相爱,那么甜蜜,相信关注他们朋友能在微博里看到他们互动吧,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爱情 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,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扎西 虽然杨幂和刘凯威之间爆出过许许多多的问题,就连刘凯威的父亲刘丹都成了大家询问的对象 而询问的问题也是事无据细,杨幂报首之后被询问,刘丹说他平时确实吃得少,但他没事,谢谢大家关系 快到元旦了,刘丹被问杨幂是否会回来过节 刘丹说,大家工作忙,这个真的不知道 都快数不清刘丹这位公公被询问过多少关于杨幂和刘凯威的问题了 没办法,许许多多的猜测得不到当事人证实,只有去询问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而小编也觉得,与其被各种网络上的猜测,媒体们的逼问导致他们不得不尴尬地想住回应措辞 如今这样大大方方的公布也不实为一种好的选择 最后小编忠心祝愿两人安好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独特的看点呢? 欢迎在下方点赞评论哦,为了带给您更好的资讯,请关注小编哦,祝大家生活愉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